好 我们今天讲述形容词与副词的比较级与最高级 然后什么是形容词 什么是副词呢 形容词就是那些什么什么的的就是形容词 它是用于描述名词或者代词用的 然后什么什么的的呢 就是那个副词 它是用于修饰动词或者形容词的单词 好 那个什么什么的啊 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飞快得或者飞快地 通通在咱们中文里面 在咱们语文里面都是形容词对吧 然后但是在英语里面呢 它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老是重复 因为这个复词与形容词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几天就讲过了对吧 现在接着讲就是还重复的讲 我为什么要重复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怕您因为已经习惯了中文里面的那个啊 对形容词词性的定义 因为中文里面不管你是什么什么的 还是什么什么的通通通是形容词 但是在英语里面呢 就什么什么的 什么是形容词 什么什么的呢 是副词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形容词的定义 就是用于描述名词或者代词用的 所以什么什么的呢 后面肯定是揭揭名词或者代词 那他当然就是形容词 那副词的定义呢 是用于修饰动词或者形容词用的 所以呢 那什么什么的呢 那肯定是用来修饰动词的呗 对吧 所以呢他就 他就肯定是副词了嘛 所以就啊 这是形容词与副词 形容词和副词与在咱们中文里面是有区别的 所以呢我就讲了又讲 希望您已经能够分得清楚 已经习惯了 ok 好 比如说啊 那个slow就是缓慢得 所以是形容词 那个slow里呢 就是缓慢d 那就是啊 副词 然后形容词和副词之间呢 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就是你看形容词加个ly 就变成了副词 sad 悲伤得 然后啊 加个ly 就变成sad 就是悲伤得就变成了悲伤d 所以形容词就变成了副词 kf 仔细得 是形容词 加个ly 变成kf里 kf里 那就是啊 仔细d 那就是副词了 对吧 所以形容词变成副词呢 就加个ly 一般说来是这样哈 就有些单词是这样 这只是一种 一种这个常见的规律 不是说是绝对的规律 ok 并不是所有的形容词加上ly 就变成副词了 不是的 然后是 有些 然后呢 就这个小规律呢 只是说帮助您记忆用的 然后click 那个非快得 然后赶快得 很快得 然后 一个 quick里就是非快d 所以呢 也是加了ly 也是加了ly 就由形容词变成副词了 最例来说 比如说 就拿slow来说嘛 slow 它是形容词 对吧 所以slow snail 就是一只缓慢的那个蜗牛 然后 如果是用slowly呢 那就move slowly 缓慢地运动 对吧 那就所以是 所以就这前面这个是形容词 后面这个是副词 副词是修是这个动词的 这是运动 是动词 移动 就是运动 或者移动 所以它缓慢地移动 好 再用sad 和sad里举个例子 比如说 对吧 sad story 就一个一个那个悲伤的故事 就一个悲伤的故事 里面的内容很悲伤 这个意思 对吧 克罗isadly 就是啊 那个啊 悲伤地 哭 悲痛地 哭 对吧 所以呢 就他就是啊 就是描述这个哭 哭就是动词嘛 对吧 所以呢 他就是啊 副词 副词是描述动词的 好 这就是区别什么是形容词 什么是副词 然后副词与形容词之间呢 有些副词与形容词之间是没有余悦的鸿沟 只加上ly就行了 那是有些形容词哈 那就说是很多这样的形容词 并不是全部 然后有些形容词是不可以的 OK 这就是您就明白了 这就是副词与形容词 好 形容词呢就有比较级与最高级 什么叫比较级呢 那就是更 就中中文里面有一个单 有一个字叫做更 但是英语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字 没有一个这样的单词叫更 所以呢 比如说 高 你要说这高就用high 那更高呢 没有这个单词 没有那个更 那那怎么办嘛 那就加上 用这个高加上er 那这就是更高的意思 OK 明白了吧 tall tall也是高 然后又因为英语里面没有更那个字 那你想说更高怎么办 加上er 就变成tall tall就是更高 明白了吧 这普通的形容词呢 加上er 普通的形容词加上er 就变成了更 更那个 更那个形容词 明白了哈 好 如果是以e结尾的单词呢 直接加上r 因为这样它就以er结尾了对吧 比如说late 很晚的 迟到了的 那你加上er 加上r 加上r之后用 那他就是er结尾了对吧 later later就是更晚的 或者更迟到了的 迟到了的 更迟的 pale 苍白的 苍白的 那他也是以e结尾 所以你加上r之后 pale pale 那就是更苍白的 明白了 对吧 这就是形容词的比较急 就这样干 这是很多单词 很多形容词都这样干 但是呢 还有少部分单词 它是以端圆音 加辅音结尾的 比如说hot 或者big 然后这种 它是短圆音 对吧 它是辅音对吧 那怎么办 双写这个辅音字母 然后再加1r 就如同那个 对 这就是 这就是形容 这种形容词的比较急 这也是短圆音i 短圆音1 然后 那个辅音 所以呢 就要双写这个g 然后 再加1r hot 是热 hot 是更热的 一个 大 一个 更大的 好 就是 这三种就叫有规则的形容词 就这样干 那不规则的呢 那怎么办呀 就这种 比如说good 它就 它的比较急 就是better good是好 better是更好 bad 坏 worse 更坏 many 很多 是多 much 也很多 more 就更多 little 很少 less 就更少 好 这就是不规则的 那就 就是举了几个例子 还有好些 还有一些不规则的 要靠您 在那个生活中 以后的阅读中 慢慢的积累 ok 今天不不给你详细举出来 然后有两个音节以上的那些单词的形容词 两个音节以上的形容词呢 就怎么办呢 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音节的 咱们那个教科书里面和在咱们国内的英语老师讲的是三个对吧 三个音节或以上的 我这里讲的是两个音节或以上的 那那就这这这个问题呢 就稍微比较复杂一些很难搞清楚对吧 然后比如说beautiful 然后more beautiful 那就是更美丽 那beautiful就是美丽对吧 more beautiful就是更美丽 beautiful它几个音节呢 如果咱们用咱们在国内学的方法来数呢 那就有这么多音节对吧 beautiful就一个音节对吧 tel又一个音节对吧 for又一个音节 所以呢它是三个音节 beautiful 对吧 它是三个音节 但是实际上啊 我在美国听到的老师就英语英国美国人说的音节呢 可是什么呢 是指这个意思 你拖住你的下巴 然后就读这个单词 这个下巴动几次 那就这个啊 单词就是啊 几个音节的beautiful 所以你的下巴动了两次 所以呢 它是两个音节 两个音节 当然也是在这里按这个规则就是两个以上的音节了 所以呢 在beautiful前面呢 就是叫more 就变成了更beautiful 然后那个啊 important important也是一个很长的单词 对吧 这是我小时候学的时候 就是我那个十二三岁 呃 那个上初二的时候 呃 那个啊 学的这个形容词比较急 就这样学的 很长的形容词 前面通通讲不完 这也是最 这是一个很长的对吧 那它几个音节呢 如果按咱们呃 那个在国内学的方法来数呢 那就im 算一个对吧 poor 又是一个对吧 ten 又是一个 又一个对吧 important 有四个音节对吧 所以呢是三个以上 那当然呢 就是啊 在important的前面就讲more more important 就是更加重要的意思 对吧 important的重要 重要的 more important 更加重要的 就是啊 你那样去数 但是你用那个啊 美国人拖住下巴来数 那方法呢 important 那动了几下 动了两下对吧 两个音节 所以呢 就两个音节以上的 所以呢 就是啊 所以呢 他就是什么 呃 他就是啊 两个音节以上的 所以呢 前面用more 叫一个moremore important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那个什么来的 他就是啊 比较急 于是呢 说主下巴那个方法 学不会 对吧 我也学不会 所以呢 就不要用那个方法了 还是用咱们国内的方法 你就听您的老师的 您的老师说怎么 是怎么样的 就是怎么样的 ok 但是我的规则呢 就是我的经验哦 小技巧 小经验就是很长的单词 很长的形容词 前面就是more 很长的形容词 前面就是用more 对吧 但是这种啊 以y结尾的很长的 那又不同了 friendly 有好的 那他的啊 比较急更有好的 那个啊 friendly 啊 那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个也是 你拖住下巴来读呢 friendly 下巴只动了一下 他所以只有一个音节 只有一个音节 当然就 当然就加er了 对吧 所以呢 但是他又是以y结尾 所以呢 他就要改y为i 然后再加er 这就是啊 flowing的理 然后变成flowing的理啊 但是我总结出来的 那个小经验呢 那就是什么呢 凡是以y结尾的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通通 这个改y为i 加er sexy 性感的 然后更性感的sexy啊 对吧 hungary 饥饿的 更饥饿的 hungary 对吧 hungary啊 那就更饥饿的 好这就这样干 这就是这些啊 形容词的比较急的 这样干 有时候会犯点错误 犯点小错误 不要紧 对吧 犯那么几年里面犯一次小错误 是不要紧的 对吧 然后呢 就一般说来不错就行了 那形容词呢 有最高级 最高级就是什么呢 就是最 比如说漂亮 那最漂亮的 最高 最高的 那就叫形容词的最高级 那个这个高也是最高的 就是这也是最高的 所以呢 是形容词的最高级 那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呢 那普通的形容词呢 那就是后面加est 然后前面再放个单词z 那就是表明他就是最高 最高级的 比如说high high呢 加上est 前面再放个z 那就highest 就是最高的 the tallest 也是最高的 当然就是指山高建筑物高 然后这个或者其他抽象的东西的高度 然后这个tallest tallest 是个子最高的 就是人的身材最高的 然后或者树最高的 然后以一结尾的呢 就直接加st 前面再放个z 比如说late 迟到的 晚的 很晚的 然后加上st 之后呢 the latest 那就这是最晚的 然后最迟的 那个pale 苍白的 然后变成最高级呢 the playlist 最苍白的 好 如果是以短缘印加辅五印结尾的那些单词 怎么处理啊 那就啊 比如说hot 那他的最高级hot是热的 最热的怎么说 就啊 双写t 然后再加上est 前面再放个z 所以the hottest the biggest 就是最热的 第一个大的 那你要说最大的怎么办啊 那就啊 双写g 然后再加上est 然后在前面再放个z 所以the biggest the biggest 就是最大的 还有一些不规则的单词 那些单词 就刚才说的那些啊 那个好啊 坏啊 那个多啊 少啊等等这些 那些不规则的啊 形容词 那他的最最高级怎么处理呢 那就是当然 就是使用他的那个啊 最高级的那个单词 最高级的单词 所以呢 他的单词是最好的 the best the best 就是那最好的 the worst 那最差的 最糟糕的 最坏的 那些品德败坏的 最坏的 穷雄恶极的 那些最坏的 就不是这个单词哈 就是指的是最糟糕的 最差的 是这个意思 那个bad 就是这个意思 是最差的 最糟糕的 所以the worst 就是最差 bad 是坏的 糟糕的 糟糕的 然后the worst 就是最差的 最最糟糕的等等 不是心灵最坏的那些 行为最恶劣的 那那那不是 那还有自己有自己的形容词 对吧 就像咱们中文里面也有 也有不同的形容词来表述 这些 这些不同的坏 对吧 心灵坏 行为坏 干错了的坏 那些做的最差的那些坏 这些坏事实是有区别的 对吧 所以咱们中文里面也有不同的形容词来描述 所以英语里面也是的 所以这个 worst 是指最差的 最糟糕的 好 the most 最多的 对吧 the least 最少的 就是这样说的 而两节 两个音节以上的 或者又说是长单词 就长长的形容词 长的形容词呢 那怎么处理呢 那就是最漂亮的 怎么说呢 最美丽的 the most beautiful the most beautiful 就是最最美丽的 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 the most important 就在important的前面加上 the most 就是就是就是啊 最重要的了 在漂亮的前面加上the most the most beautiful 就是最漂亮的 对吧 最美丽的 是美丽的 对吧 以yj为的形容词 就还是这样的 改y为i 加上est 然后前面再放上d the funniest 那个最什么的 最友好的 就是the funniest 最友好的 the sexiest 那个最性感的 对吧 the hungriest 那个最饥饿的 最饥饿的 那个小孩 就是十天没吃饭了 对吧 最饥饿的那个 the hungriest 这就是啊 形容词的最高级 把单词变成那个啊 前面加最怎么加法 就这样加 ok 明白了 然后呢 就副词呢 副词有没有比较急和最高级呢 副词也有 就哪些副词有呢 就那些啊 描述动词的 就啊 就像在在咱们中文里面 就都归类为形容词的 那那那种副词 在咱们中文里面 就什么什么地的那种 就以什么翻译成中文 就是什么什么地 怎么怎么地 就结尾的 那那那那些单词 那些词 就叫啊 那种副词 就有那个最高级和比较急 那就怎么处理呢 就是啊 前面加more就是gain的意思 more就是gain 然后啊 the most就是对 所以呢 open 勤快得 经常得 就比如说我来看你看的很经常 看的很勤 来得很勤快 来得很勤 那来得更勤呢 那就是moreofen ofen是勤快得嘛 来得很勤的嘛 对吧 然后那个啊 moreofen就是gain的 更勤的 更更更加勤快的 更加那个啊 勤力更高的 the most ofen 就是啊 最勤的 对吧 在好几个人里面 他来得最勤 就就就这样说 the most ofen 那quickly 啊 快快地做 就more quickly 就是做做得更快 对吧 做得更快 或者更快地做 the most quickly 最快地做 对吧 最快地 quickly是快快地嘛 对吧 the most quickly 就是最快地做 或者做得最快 都是这样的 对吧 做得快 也是那个快 也是也是 也是行 那个也是副词对吧 它是修饰那个做的 所以呢 但是在咱们中文里面呢 它是形容词对吧 你做得快 就得得地 那那那些单词的那些有得得地的那些单词 通通通都是在咱们中文里面通通是形容词 但是在啊 这个啊 英语里面呢 得地 有得有地的那些单词呢 就是啊 副词 有得的那些啊 单词呢就是形容词 所以呢 这样的副词有得有地和得 有得地的那些那些那些啊 副词呢 就它就有比较级和最高级 而suddenly 那个啊 突然地 就更突然地 那怎么说 more suddenly 对吧 最突然地 那就干得最突然 那就啊 the most suddenly 对吧 the most suddenly 就这样说 这就是啊 副词的最高级和比较级 就这样干 那些啊 别的那些副词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啊 比较级和最高级呢 比如说很很 那个very 很好 very good 那个那个很字 它是修饰形容词的那个啊 副词 这种这种副词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吗 有很 有更很 有最很吗 这个双人旁的很 我是说 咱们中文里面双人旁的很 而不是狼子旁狗子旁的那个很 那个双人旁的很 你有更很有和最很吗 没有呗 对吧 所以就啊 这种那种副词就 就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 OK 就这样来的 好 还有些形容词 他也没有比较级或者最高级 什么样的形容词呢 比如说 这最高法院里面的那个最高 the supreme court supreme 他就本身就已经是最高的了 那你哪来的更最高或者最最高呢 对吧 那就是并并句了 所以呢 咱们就啊 这种就没有 这种形容词也没有比较级或者最高级 我最喜欢的食物 my favorite food 这个啊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favorite favorite 他本来就已经是最喜欢的了 那哪还有这个更最喜欢或者最最喜欢呢 对吧 所以呢 就那是这样的形容词就没有比较级 没有最高级 本身就已经是最高级了 那个一个完美的结局这种 a perfect ending perfect 就是完美的完美的就已经完美不缺 就已经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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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了 那那你你还有更最最最最最好吗 对吧 就没有吧 对吧 所以就完美的这也是 就不要去弄那些比较级或者最高级了 就这样干 甚至有些单词也可以认为这样 就是正确的也是 因为正确他只有啊 正确与错误两两个横高 对吧 正确的与错误的 没有更错的和最错的 对吧 虽然说我们学生考试的时候得分有有有有有有 更低的和最低的 然后就那个呃 那个那个最低的那是错题错的最多的 但那不不不不表明他就是一个更错误的人 对吧 呃那个啊 那个得分得的高的就是一个更正确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说法 对吧 要么就正确要么就错误 如果那种有明明确的明确的界限的 就比如说对对吧 如果a就是错的b就是对的 那不能说那个啊 a就比b更对 或者b就比a更错 就错误的与正确的 这两个单词应该说来也是没有那个 这两个形容词啊 正确的和错误的 这两个形容词应该也没有比较及和最高级 对吧 就就就我就这里只举了三个例子 然后还有比如说正确的错误的那两个例子 也是就我举了五个单词 这五个单词呢 也只是啊 一个例子而已 几个例子而已 就抛转隐喻的例子 呃还有别的很多 然后呢就啊 您要在生活中或者在学学习中积累 对吧 那那那那就以后再说了 今天因为讲全都讲讲不完嘛 对吧 好再举几个例子 然后来啊看一看那个啊 最高级和比较级比较级和最高级怎么怎么应用 就比如说这是形容词的 形容词的那个比较级与最高级怎么用 然后形容词的比较级呢是用于两者相比 两者相比就用比较级 就比如说 you are older than me 你比我更年龄大 比我更老或者比我更年长 所以呢这个old是年长的 所以呢你是更年长的 这个是比比我 比起我来 你是更年长的 就你比我更大嘛 你你年龄上你比我更大 或者你比我更老 都这样都是行的对吧 老人家比那就是你比我更老 那小孩比那就是你比我更大 中年人比那就是你比我更年长 好就是old 就这样用对吧 是两者相比你跟我是可以比的 好记得哈是两者相比 这个两者也是很考究的对吧 两者要首先要可以比 具有可比性对吧 不可以比的怎么比吗 对吧 不可以比的 就比如说五斤米粪 跟一毛钱 哪个更重 那就没法比了 对吧一毛钱 他他是那种数的 他是 他是用来数的数几毛 对吧他不称一毛钱 根本就不称他的重量 所以呢就你一毛钱跟五斤粮食 怎么可以比他的重量嘛 对吧 所以就没法比 那种就是风牛马不像极的东西 不可以比的 要两者相比那是可以比的 你才比对吧 ok 下面这两个例子我就是来 重点讲述的就是两者相比 谁比谁就这个意思了 I love you more than him 什么意思呢 我爱你比爱他更爱的更多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这是这个意思呢 是这个意思 I love you 就是我爱你 more 更多 than 是比 him 是他 注意这个他是兵语的他 所以呢是兵语比兵语肯定是 所以呢是这个you 是你跟他去比对吧 you跟him去比 这个我呢就没有跟谁比对吧 所以呢是我爱你 我也爱他 但是呢我爱你爱的更多 爱他爱的稍微少一点 所以我爱你比爱他更多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没有 好下面这个是同样的 I love you more than he 你看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把him改成了he 然后这里面是 也是I love you 我爱你 more是更多 然后sein是比 然后he是他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是谁跟谁都比呀 你看因为这是主语 所以呢也是用主语比主语嘛 对吧 所以呢是我比他嘛 对吧 所以是我比他更爱你 是这个意思 明白没 所以是谁跟谁相比 你要搞清楚 就是两者相比的用比较急 所以简单一点 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对吧 好在三者以上 三者或以上 才用最高级 三者或以上呢 就应该用最高级 那个最最什么的 对吧 比如说you are the smartest in our class 在我们班里面 在我们的班级里面 你是那个最聪明的 you are the smartest 对吧 you are the smartest in our class 因为在我们班里面 不止两个人嘛 是三个以上 然后呢 所以你是那个最聪明的 如果只有两个 那就是你是那个更聪明的 不是最聪明的 对吧 this is the biggest carrot in the world 在这个世界上 那个这是那个最大的胡萝卜 对吧 this is the biggest carrot in the world 都是有个范围的 是在哪里 谁跟谁比 对吧 所以呢 是在一个范围里面 在要一般说了 要说出那个范围 就是在哪里 是谁跟谁也是 在一些什么呢 群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里面 你是那个最漂亮的 好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注意什么呢 就比如说那个好的多 更好 那你是用better嘛 对吧 好的多怎么说 那就much better much better就是 是好的多的意思 就是 因为这个才是多嘛 对吧 much better 就是更好 但是是好的多 所以呢 就在那个 那个 比较急 形容词前面 放个much 那就是 更什么的多的意思 much better 这是好的多的 这个好的多 就这样说 然后 更优秀的 更优秀的 比比起节目来说 对 就这样说的 Kate is by far more excellent than Jim 就这样说 OK 就白发呢 就是两个单词放在一起 就是远远的意思 OK记住了哈 这是这是规则 记住就行了 然后还有就是 啊 那个 第二 怎么说 第二 就第二 比如说 第二长的 比如说那个啊 黄河 是中国 第二长的河 那怎么说呢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second longest river in China 你那个longest 你还是要 因为他说 第二长的河 他不是第二名的河 对吧 如果是第二名 或者第二个 那当然就是 光用的second就行了 就 如果你说 er yellow river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second river in China 那样的意思呢 那就是 黄河是咱们中国的第二条河 那咱们就会有那个想法 说是黄河是第二条形成的河 就不是第二长的河 对吧 是第二形成的河 如果你说是第二长 所以就肯定是要先说 是它是最长 然后是第二最长 第二最长 那就是第二长 对吧 所以the yellow river is the second longest river in China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还有还有那些 student are happiest on Fridays 这种学生们在星期五最快乐 然后这种他没有比 他不不 不是没有明确的谁跟谁比 这种最高级的那个第一省略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翻译成那个 学生们在星期五十分快乐 best wishes to you 也是那个啊 这种没有明确的比较 就最好的这个啊 最好的愿望都给你 这种也是 他没有比较 没有说谁跟谁去比 在哪个范围里面比最最最最最最最好的良好最良好的意愿 所以呢就是best wishes to you 没有比 他只是说极好的很好的愿望都送给你 most people are good 对不对 绝大多数的那个人都是好的 这种表示绝大多数也只用most 不用dmost 对吧 他也没有比对吧 也没有说是什么最多 对吧 他不是说在哪哪个范围里面 他是最最多的 是他只是说这是绝大多数的 所以most people are good 这种也是没有z 这种可以省略z的这种啊 形容词比最高级 那怎么怎么最高级的形式 那怎么用就这样用 ok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还有副词呢 副词的比较急和最高级用的时候呢 往往也那个啊 最高级的时候那个z可以省略 比如说please come more often 请来的更勤快些 please do it more quickly 请做的更快一些 please work more carefully 请那个工作的更仔细一些 工作得更仔细一些 所以这些都是副词 副词的比较急 都用more对吧 然后他是修饰这个动词的动词动词动词对吧 来做工作都是这些都是动动词对吧 she worked most carefully last week 也是那个z可以省略 他上星期工作的最仔细 she sent the best 他唱的最好 he comes earliest 他来得最早 对吧 这些都可以省略 然后都是副词修饰这些动词的 work sing come 都是都是那个动词对吧 所以呢 这就是副词的比较急和最高级 就这样使用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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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